不是罪人 罪在佛教里面 只是笨拙或者不健全的活动 佛教不主张人有原罪 或者背叛过上帝 每一个人都储存着 善和恶这两方面的习惯性 人的善因 经常要等到适当的时机 开花而成熟 记得有这样的说法 我们里面有最好的 也有最坏的 我们里面有最坏的 也有最好的 佛教教导我们每一个人 负责自己善和恶的行为 每一个人都能创造他自己的命运 佛陀说 如果恶行是你自己做的 而不是你的父母、朋友、亲戚做的 那你将会得到痛苦的果报 人的忧脑是他自己造成的 不是亲属传给他的 也不是由神话或者祖先的原罪而来的 佛教从来不接受这个世界是要我们来受难 或者考虑我们的信仰 这一个世界能够使我们获得最高的圆满 圆满成就就是快乐的同意词 假使罪可以赦免 人们就可以利用机会犯更多的罪了 佛教徒没理由去相信 罪人能够以那些外在的宽恕力量去逃避结果 假使一个人伸出手放入火炉 他的手就会变成招卓 而全世界上祈求的人 也都不能够消除他手上的疤痕 同样的一个人 他走进邪恶行为的火坑里面 也都决定无法得救 佛教对其他宗教所解释的罪并不存在 换句话说 佛教徒对罪的观念不同于其他的宗教 佛教认为罪是笨拙或者不健全的行为 就如不善业能使人堕落 邪恶的人是愚痴的 他需要教导 是更重要过处罚和非难他们 他并不是违背上帝的意志 他也都不必去祈求仁慈和宽恕 他需要的是别人引导他走向觉悟 对罪人来说 他需要的是别人帮助他 理解他要对自己犯下的错误负责 同时要付出代价去接受果报 佛教是不相信只靠忏悔 就可以免罪的 佛陀出现人间的目的 不是冲淡人们所犯的罪业和惩罚 或者去毁灭那些邪恶的人 而是使人人了解恶有恶报 指出一些恶人犯了罪业 将会收到何种邪行恶业的果报 另一方面 佛教中没有戒条讲一个人 可以命令他人提升精神层次 佛陀曾经鼓励我们去开发 和利用我们的了解 他不单止是告诉我们 从痛苦中解脱之道 我们所遵守的戒律不是戒律 他们是要自动去遵守 佛陀这样告诉我们 请注意 第二 以这种忠谷去想一想 假使你认为我的忠谷 很适合你的羞耻 你就去羞耻它 透过你的经验 你就能够看到这些结果 宗教的价值 不是盲目去遵守任何戒条 而缺乏某种方便和了解 然而 我们不要以为佛陀是要给我们自由的机会 去做任何我们喜欢做的事 我们要记住 我们要记住 举止文明 有文化 有文化 有智慧 有了解 并导致 并导向宗教生活 是我们的责任 假使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些 戒条是不重要的 不需要命令他人 佛陀忠谷我们 正同是一位名师 那不是 最爱的 非常好